Hello 各位晚安 我是博盛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我们开始帮各位介绍这台是Yaris Close 我们的左手边 左手边的一个灯感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看得到上面这里有auto就是我们的自动 我们现在的灯都是远近灯自动 所以我们灯号的部分不用随便去调整它 当你如果说有需要调整 比如说你在等人的时候 不希望我们的大灯太亮的话 我们可以切这个小灯 我们可以看得到前面这个灯号就会亮起 就是我们的小灯开关 小灯开关 那再过来的话就是往前转的话是我们的大灯 我们的大灯开关 那如果往前搬的话就是有我们的远灯开关 如果你要超车闪烁的话 往里面搬有超车闪烁灯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前方灯号会闪烁 如果说你不想跟人家按喇叭 你要闪一下对方就要按这个 往里面搬它就会有闪烁的功能 然后里面这个是后屋灯 你可以看得到这是前雾灯 我们现在前面灯号亮了 这个是下雨天或者有雾气的时候可以打开 我们的前雾灯 那我们的后雾灯的话在这里 这个是后雾灯 按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橘色灯号会亮起 就是后雾灯 我先把灯号都关闭 我们的后雾灯 那现在亮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灯小灯 有亮的时候就会亮这个符号 这个是我们大灯小灯 有开启的时候就会亮这个符号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帮各位介绍 我们的一个方向盘左边的一个 灯杆的一个操作开关 那我们复习一下 现在是AUTO 然后如果你有转上来是手动的小灯 大灯远灯 还有我们的超车闪烁灯 方向灯的话就是这样左边右边 右边然后我们的雾灯前雾灯 好像亮的这个 然后我们的后雾灯按了这个 就是后雾灯 然后你的远灯 往前推远灯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四个灯 就是我们的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大灯小灯 大灯小灯 然后左上方这个是前雾灯 那右上方这个是后雾灯 然后底下是我们的远灯 那切回来就变静灯 那如果说你要用远近灯自动 就是旁边这个按钮按一下 按一下 就会启动我们的远近灯的一个灯号 当你如果灯号有亮的时候 就会像这样 远近灯 那就会亮起来 我们的A A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远近灯符号 那以上就是今天 博生跟各位分享的 我们左边的一个灯杆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了 如果说 都建议各位把它保持在AUTO就好了 霧灯记得要关掉 保持在AUTO的位置 那我们的今天介绍就到这边了 如果说觉得博生今天介绍的不错的话 记得再帮我们分享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观众们 记得再帮我们订阅一下了 晚安了 拜拜